路晨还没有说话 左倾汉咯咯笑道 你是说拿着这个就可以进入雪阳宫 那是啊 一看二位就是出来乍到的 现在的雪阳宫可是禁地 没有周西图根本进不去 如今周西图成为进入雪阳宫的凭证了 谁不买上两张磅身啊 这鼠眼的汉子小心翼翼地看看四周 小声道 二位不瞒二位 小的可是跟雪阳宫的人有交情的 要是二位再加上一万仙十的话 小的还可以代为引荐 现在就能进雪阳宫游览啊 听完这句话 路晨和左倾汉对视了一眼 心中恍惚 合着这位卖图是假 找人进雪阳宫游览才是真 从中赚取鲜石 竟然一次达到数万美 真的贵得可以了 不过想想 如今的雪阳宫始为禁地 想进去坡南 里面肯定为了周西大会正在筹备这一切 一些法阵机关的布局应该更为严谨了 进去看看倒也不错 多了解一下里面的机关和法阵的分布 对营救四秧可是有着大大的好处的 路晨眨了眨眼 故意皱眉道 一万 不行 太贵了 进去看一眼就一万 不值得 左倾汉明白路晨的意思 当即道 爷爷 我也想看看雪阳宫 咱们去吧 爷孙二人装扮的路晨和左倾汉的表演极为到位 那鼠眼汉子一看游戏马上到 是啊 雪阳宫现如今可是大变样了 进去看看 开开眼界也是不错的 这位 这位前辈 要不您看九千九怎么样 不行 路晨瞪了瞪眼 左倾汉转头 对鼠眼汉子说道 这位大哥 要不再便宜一些吧 九千五 不能再低了 现在的雪阳宫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去的 我的朋友也要担很大风险的 爷爷 左倾汉焦嘀嘀的唤了一声 别说路晨 那汉子全身都麻了 扭不过你 路晨装作很不情愿的样子 那汉子为之一喜 于是两人交了先识 那鼠眉汉子欣喜无比说道 你们的运气不错 这一天只能进去四个人 前头两个人刚出来 很满意呢 来跟我来 两人也不多话 跟着汉子绕过方氏街道 来到了雪阳宫山脚下的山门 而后转到后山某处 那里有一名雪阳宫的女弟子 接应 接应之人有着大罗金仙的身手 长得一般般 媚眼寒春 看那汉子到来 形色微喜 不过马上板起一脸来 来了 快 今天最后一炷香 让他们把衣服换上 不由分说 女子拿出两件衣服 扔给了鼠眼汉子 路晨一看 好家伙 原来都是下人的衣物 皱巴巴的还印着雪阳宫的标记 不管路晨和左青汉换衣服 那女子跟汉子在一旁 嘀嘀咕咕的说了起来 你这个冤家 记得把我那份给我 可人 我怎么会忘了你啊 晚上有时间吗 到我那去吧 坏人 晚上 昨天晚上没喂饱你吗 两人打情骂俏般的言辞 传入患者衣物的路晨和左青汉的耳中 两人的小脸顿时一红 妈的 敢情这二位有一腿 我也不得那么大胆 敢放人进去 路晨呸骂了一声 过了不大一会儿 衣物换好 两人摇身一变 跟个吓人差不多 回到两人身边 那女子坚声坚气的提醒道 一会儿进去 跟着我走就行了 千万不要说话 想看什么 自己看 看完了就出来 别让人发现 你们不是雪阳宫的人 鼠眼汉子陪笑道 二位啊 进去一次不容易 千万别露马脚了呀 出来以后 也别提这事 心里有数就行 想要炫耀 出了城 随便你们 左青汉小鸡浊米式的点头 路晨则是一脸人畜无害 于是 两人进了后山偏门 从榆山小到盘山而上 顶头的雪阳宫弟子 自始至终也没有说半句话 带着两人绕山而上 走得不快不慢 给足了二人参观游览的时间 路晨和左青汉也不在乎 把山中的布局 记得一清二楚 不大一会儿 两人来到山顶前殿的广场上 偌大的冰雕圣像 助力在广场中央 正是四央仙尊的雕像 他左手掐绝 右手直剑 迎风而立 说不出的轻易出尘 美得不可方物 广场上诸多法阵 女子带着二人 或走或停 行的是九宫步 走的是连关镇 让开一切 可以触动尽致的地方 在某处 恢弘壮丽的殿雨前 故意停留树溪 然后继续行进 没用多久 山脚 山腰的分布 都被路晨记在了脑海里 步伐也一一记下 有的是他知道的阵法 而有的 不知道的 路晨死记硬背下来 根据特点 准备回去钻研一番 这里是后殿 里面就是雪阳水晶宫 那里看守很严 不能带你们进去了 自己在这看看 我们马上下山 女子冰冷地低难了一声 路晨抬头 目光泛着隐晦的寒光 感受着如同堡垒坟墓 一般由重达数百斤冰块 堆垒而成的巨大的水晶宫 情绪渐渐浮动而起 他对左倾汉使了个眼色 后者会议 故意快走两步 站到了路晨的面前 借此机会 路晨深吸口气 放出一丝神念 试图找找四央的所在 可是当神念之力 触碰到水晶宫的时候 一缕强劲的力道 顿时反弹了回来 整座水晶棺 产生了细密的水波纹状的连衣 朝着四下散开 路晨一惊 马上切断神念联系 正当这时 里面嗖嗖嗖嗖的 飞出四个玄仙高手 面色冷峻 杀鸡暗幅 什么人 那女子一突 马上败倒在地 回头冲着路晨和左倾汉 十个眼色 两人也跟着跪在了地上 我雪天 凌雨 拜见大人 啊 凌雨啊 是你触动尽致的 其中一个鱼皮脸婆婆不悦道 凌雨浑身一颤 大磕齐头道 凌雨该死 凌雨带下人去后山 筹备仙草宴一事 不小心动了尽致 请大人责罚 跪在凌雨的背后 陆晨看到他的汗把后背都浸湿了 雪阳宫的气温极低 终日漫天大雪 气候寒冷非常 显然凌雨下得不轻 由此 陆晨知道 长子先尊为了防卫水晶宫 下了多大的心血了 连神念都无法进入水晶宫 想救死秧 难啊 陆晨心中有了书 暗存那近两万的鲜石没白话 要是贸然的冲进来 恐怕还没进水晶宫就会引起无数高手的围攻了 四个玄险 竟然都是九级 这还是水晶宫的门口 要是里面 陆晨简直不敢想了 还是从长记忆的好 鱼皮脸瞪了凌雨一眼 看了看他身后跪着的老头和女娃的气息不强 也没太过在意 只是说道 索索离开 再有下次 本座必当诛你 多谢大人 凌雨如蒙大舍般的站起 拉着陆晨和左青汉 赶忙朝这山下跑去 重新回到了山腰某处 见无人跟上来 凌雨长出了口气道 你们谁动了 金智 陆晨没有滋声 左青汉却是一眼无辜的说道 哎呀 姐姐 对不起啊 可能是我不小心吧 凌雨无端端的被骂了一顿 心情烦乱 挥了挥手道 行了 就到这里吧 送你们下山 从山脚穿过一片林子 离开这里 快走 陆晨和左青汉也不多话 跟着凌雨来到了山脚 此一行没白来 至少雪阳宫的某些地形和法阵所在 已经打听到了 陆晨记忆力惊人 心中有了魔形 到了山脚另一个窄小的山门 前方一大片松林映入了眼帘 靠近山门的地方则是一大片松塔 凌雨指着松塔道 穿过去 便是雪阳城的东城门 绕出去以后自己离开 凌雨说完 关了小门 静置自起 层层冰晶悬门把陆晨和左青汉挡在了门外 两人对视一眼 倒也没有什么不满 反正目的已经达到了 转身 顺着凌雨的指引朝着林外行去 刚才的都记下了 记住了一部分 有好多阵法都不认得 最好找一个使通阵法的人 陆晨呵呵一笑说 放心 我手上倒是有这么个能人 无可厚非的 遇到阵法难题 陆晨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风白礼 尤其是陈牧山就在通幽 说不得还要见见眼蒙中的阵道天才 两人正说着 忽然 前方传来一阵恶骂 妈的 吴风云竟然还活着 跟上去 不能让他们跑了 吴风云 听到这个名字 陆晨马上对左倾汉使了个眼色 拉着他 躲在一株粗壮的松塔后 收敛起气息来 探出头 朝着前方一望 几个身穿黑色浸装的 魁梧彪汉的猛汉围在一起 稀稀疏疏的 不知道在干什么 吴风云就是哥哥说的 剑魂宗宗主吗 左倾汉听说过陆晨在仙州会战的事 对于五风云 消乱风白里和白小道自然不陌生 陆晨轻轻的点了点头 隐盟中有严苛的规定 一般盟内有人遇难 大家都会互相通信 决定按照成功的可能性大小 决定是否出手相助 吴风云如果出现在这里 陆晨不用想也知道 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了 看到那几个黑色浸装的大汉 一个个都是悬仙九级的高手 陆晨不由色变 再看当中老者 黑发油亮 背对自己浑身蒸蒸 阵阵黑色的杀气 竟然是五级的魔王 看着几人的装束 法体地陨血脉中流淌的大圣血 情不自禁的涌动了起来 没错 他们是地魔天的人 大圣后裔 陆晨笃定着想道 只听对面其中一人言道 摩押护法呀 当真是五风云杀了魔盘 魔盘 魔盖 听着好熟悉呀 陆晨心下感叹 回想当初地远大圣血脉 马上想到自己所杀大圣后裔之人 妈的 冤家路窄呀 竟然在这里遇到了 地魔天 当初围剿我的就有地魔天的地级高手 好 好 既然来了 谁也别想走 想到这里 陆晨杀心溅起 乾坤带中的火鹰已经准备好了 只听那摩押说道 老夫追查此事数百年 就算五风云不是杀盘儿的人 门内弟子的消息也不会有假 五风云一定知道盘儿的死因 跟上去 就算抽紧剥皮 也要从他嘴里找出凶手 追 说吧 摩押带着几人朝着前方掠去 陆晨跟左青汉对视一眼 嘴角一勾道 走 跟上去看看 没有鲨鱼 陆晨没办法跟五风云联系 只能跟着地魔天的几个 追上前去 渐渐的进入松林 跑出东城门 几人来到一处荒山脚下 地魔天的魔修已经深入山中 陆晨一直用元神远远的跟着 没敢离得太近 毕竟对方有五级魔王的修为 堪比五级仙君 想了一想 陆晨给吴天月传了一个消息 让他到东城门的荒山会合 最后尾随而上 在荒山中急掠了一阵子 突然前面传来几道猖狂的笑声 吴风云 看你往哪里走 墨雅 五风云浑厚的嗓音传来 令得陆晨心中一动 果然是五风云 来到灌木丛 矮着身子 陆晨看向前面 只见五风云披着一箭大厂 手指蓝烟巨剑 站在白山黑水中 清幽的水潭气雾蒸腾 轮回魂光 已经浮现在身后了 显然的是 五风云这些年并没有虚度 三级鬼皇的修为 让他步入了真正的高手境界 然而 面对着比他墙上一筹的磨牙护法 他也不敢怠慢 轮回造化 无风云找你真不容易 地魂天一脉 追杀你一千多年 连个照面都没办法见到 你没想到 今天会在这里遇到我吧 摩牙护法 牙子欲裂的说道 五风云 乃是地魂一脉追杀的目标 可是一直以来他深入蒙顿 那里是骨眼无法横行的地方 故而这千多年来一直安然无恙 摩牙 我与地魂天的事与你何干 你我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 追我干什么 五风云恨声道 正如陆臣所料 他此来的确是为了营救四央的 千年前陆臣遇难 使得隐蒙一众束手无策 他和白小道风白里 骄乱几人 一直耿耿于怀 此次四央遇难 四人根本没有多想 都生起了营救的念头 没有想到的是 五风云竟然遇到了地魔天的人 地魔 地魂 乃是同盟 一丘之鹤 干什么 摩牙森冷一笑道 明知故问 多年前我的爱孙在仙州会战中 是不是你杀的 五风云闻言 顿时把脸一疯 当时陆臣炼化了大圣血的事 五风云是知道的 后来地魔一脉追踪过来 在遗红海底的时候 陆臣也暴露了自己杀掉魔盘的身份 那时不仅五风云 连骁乱也在场 三人合力杀了同爱 吞了大圣血 修了黑曼魔殿的古诀秘法 事实上 同爱临死前 偷偷的将五风云的名字 传回到地魔天一脉中 他不认得陆臣 只识得五风云 故而摩牙一直在找五风云 试图追查当年的事 要是磨牙不提 五风云还真就忘了那一档子事 现在仇人寻来 五风云自然马上想起来了 是我杀的又怎么样 先中会战 命不由己 磨牙 你现在来翻旧账 难道不怕贤界中人耻笑吗